陳雅翔 下台 陳雅翔 下台 陳雅翔 下台 溝通到底講了什麼 沒有意見 意見都確定 那NZZ 作為董事司官 為什麼要 當党委員 當党委員 大家好 謝謝 兵末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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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當党委員 謝謝 兵末委員 那這個党委是自信 兵末委員 我看下一位有什麼 兵末委員 兵末委員 那所以今年是真的四五月要盤審 基本上來講到我們 還有個接NCC一個 單程的空缺去審查 請不要接入個案的審查 那您自己會迴避嗎 沒有 就迴避 所以現在還要過迴避 沒有 我已經回答到 那四五月就是會盤審 我們依照法定成績的 那針對中天日NCC 10連派的這個部分 所以沒有什麼中天時令派 我今天代表國民黨團 我們有共識 希望 不是希望 要求陳耀祥下台 下台下台 我的理由跟大家報告 第一點 偏綠的美麗島電子報 上個月的調查 說陳耀祥 作為一個NCC的主委 最近施政方槍走板 要不要下台 百分之七十二點三 再講一次 百分之七十二點三 受訪民眾認為 陳耀祥要下台 包括來 有誰 有多少比例 認為陳耀祥不應該下台 各位猜猜看 四點八 連火都嚇一跳啊 連火都嚇一跳啊 這樣的主委 還坐在那裡 穩弱泰山 中華民國是個民主國家 偏綠的媒體 民調 說他 七十二點三要下台 他還有連坐在那裡 還笑嘻嘻的 只有百分之四點八 認為他不應該下台 我在這裡請教全國民眾 他要不要下台 要 要不要 要不要 當然要下台 這是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 他 裁判中天 地檢署的 地檢署還有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 連續十次 判決敗訴 我要問問在中華民國行政的歷史上 有哪個機關的才華 會連續十次 被 行政法院判決敗訴 各位也知道現在行政法院還是民進黨開的啦 要不是非常誇張 這行政法院會連續十次判 NCC 敗訴 我在行政機關工作了幾十年 我還第一次看到 我以前的進管會服務一次啊 我都很緊張啦 十次而已啊 要不要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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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 他關掉中天 川普在誇張也不敢關掉NCC 也不要 對不對 CNN 不要笑 考量 考量 就看看你們有沒有仔細聽 你以為講錯啊 看看你們仔細在聽 我在講話 川普都不敢 關掉CNN 他敢 對照理聯繫 十次 行政法院判斷他的才華 十次都輸 他 過去 作為基礎的 關掉 中天的 表示他是不合法 不合理 是民主國家的 錯文啊 是國際體的醜聞啊 第四點 他現在本身是被列為 台北地先署的刑事被告 這個創 政府官的先例 所以 國民黨作為 最大的在野黨 基於 以上 四點理由 再重一次 第四點 第一點 美麗島電子報 民調 百分之七十二 點三 認為他要下台 不應該下台就百分之四點八 第二個 台北地先署 立為刑事被告 第三 中天行政財法 聯繫十次 被行政法院派決 敗訴 創歷史紀錄 第四點 關掉中天 創民主國家先例 成為國際體的醜聞 成為國際體的醜聞 第一點四 一前四 第一點四 陳耀祥 下台 陳耀祥 下台 陳耀祥 下台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 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下載中天新聞網 APP很重要的理由 台灣言論自由 有中天還完整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 APP 跟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有多一份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